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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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蔡美劍 今天指數小漲三點 但是我們節目上 跟大家介紹的股票 我們在會員買的股票 今天很多都是創波段新高 而且都是大漲的情況 然後我有跟大家講 其實大家不用想那麼多 因為要剩下 離選舉的時間剩下大概三個月 這三個月是台北股民 最自由的時候 而且不會有利空 只會有利多的時候 真的 這我跟大家講過 歷年來總統大選前 特別是選前的前三個月 他都會漲 為什麼 因為現在不管是藍色的 不管是綠色的 他們想要釋放的利多 他們是在想什麼時候 釋放利多給你 不是不放利多給你 是什麼時候放利多給你對不對 什麼時候放大餅給你 對他選情最有利 所以我跟大家講 現在如果你認為 不要說你認為不重要 就是說未來指數會漲 在選前的這三個月 每一次都會漲 而且至少漲一成以上 那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指數今天不要漲是比較好的 對不對 今天指數沒有漲 今天指數漲三點 今天指數漲三點 但是我們的4164創新高 對不對 對不對 4164創新高 我們現在只是擔心一件事情 我們擔心一件事情 是什麼 我們只是擔心 這個 漲太多 如果被人家分盤交易而已 所以他會漲上來 休息再漲上來 對不對 你看 我跟你講說 44塊錢 這VCR放過很多次 乘業一嗎 44到今天 68塊2耶 68塊2耶 4726 對不對 也是這樣子的一個情況啊 我們就講大牛股2498 大牛股 你看喔 這大牛股大牛股都漲這樣喔 對不對 我買哪裡 我買這裡 我們節目上跟你預告在這裡 我9月4號買進 9月7號跟你預告 9月8號第一次漲停 今天宏達電創新高 連宏達電一個月都可以賺五成 57% 我當然是續報嘛 對不對 什麼時候 4年才選一次啊 4年才選一次 你一定要賺錢 重點是我跟大家講 我知道你不敢賺的原因在哪裡 很多人不敢賺的原因是在於說 你可能操作過去績效不太好 所以你有陰影 對不對 我也知道很多觀眾朋友 很多會員朋友要參加會員之前 他都會先說 很多話 我過去操作不好啦 不要再幫我交 我不要做啦 對不對 這個我能理解 所以咧 我們要做跟人家不一樣的事情 我不會事後 跑出來跟你說 哪一檔股票掌停棒 我不喜歡這樣 我喜歡的是什麼 我喜歡的是 如果你看節目都能夠賺大錢的話 那這個就不用我跟你解釋 真的假的 對 如果你連看節目都可以賺大錢的話 如果宏達列一個月都可以賺五成 你認為 你會不會錢太少 我跟你說喔 真的喔 你先不要看我們這些股票創新高 今天4168 我再給你看 你不要急 好 你不要急 但是你也會說 老師 你這個糖你又長那麼多 成業又長那麼多 宏達列又長那麼多 每檔都長那麼多 那還有沒有什麼低檔股票 這個週末 如果你看到節目的 恭喜你 你可能成為少數見證者裡面 因為很多 現在很多人不看節目 因為先前指數中錯之後 就不做股票了 因為大家都挺損的 就不做股票 所以很多人現在都還沒看節目 對不對 我跟你說的這叫低檔生計 低檔生計股 你今天有看節目的 你從頭到尾都要全部看到完喔 全部看到完了 等一下要告訴你 什麼叫低檔生計 有沒有像新耀股王 浩鼎4174 浩鼎今天創破亂新高喔 浩鼎的接班人喔 不是好幾百喔 是幾十塊而已喔 我先跟你講未來 因為我沒喜歡這樣 因為做股票本來就是買未來嘛 好不是說事後發生什麼事 才跟你說我們之前做什麼 欸我不喜歡這樣子 怎麼就像這宏達電 我先講最牛的喔 這牛了吧 很慢了吧 就這麼慢的都可以長這樣呢 欸你說老師 有沒有機會買在這裡 保證有 那有沒有機會買在9月7號 你看節目就可以 那哪一天漲停 9月8號 今天創新高75塊 這個地方是74塊5 這地方是74塊5 這裡是47塊5 這個地方是47塊8 來看一下 先宏達電喔 來我們看一下宏達電 來 宏達電 9月4號 48塊買進一定買得到 因為收盤是47塊5 所以一定買到 好 那這9月7號 跟你預告宏達電 它47.85元 所以你48塊一定買得到 那什麼時候會漲停 9月8號才漲停 好那時間呢 這是9月4號 9月7號 到今天宏達電 不好意思 夭壽 夭壽 75元 75塊了喔 已經75塊了喔 連你認為都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都辦到了 那你還有認為什麼事情不可能 會不會賺太多錢 賺到錢不夠 喔 老師 我那錢都買滿了 沒什麼都會直接漲耶 你就是要這種感覺 做股票就是要這種感覺 來宏達電 還沒漲的時候 40幾塊喔 我待會兒買48喔 當時收盤是47塊多喔 9月7號也是47塊多喔 來 9月7號 宏達電的 不行 你自己去想想看 其實你想想看 如果時間可以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啊 每個人都想要做時光機啊 時光機那個拿號碼牌的 可能好幾百萬人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覺得 如果可以從來有多好 來宏達電 請你賣153 92塊你覺得很便宜對不對 好你買92塊 斷頭 如果你覺得92公司是對的 你買92塊 你走路啊 真的 你如果買92塊你就走路啊 因為說賣40幾個 真的啊 沒有多久喔 你說92公司很燙對不對 你要走路 因為你不會賣 當然不能買啊 但是如果你賣了 喔 喔 40耶 我跟大家講 做股票很簡單 你叫做高鐵賣低檔 買就可以了 對不對 那如果92公司是真的 我們買48塊錢 宏達電漲到92塊錢 那還得了啊 對不對 喔 48塊買 要去到92 但是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這裡啦 你說老師 那你去這麼多啊 我怕會震盪 對啊 沒有錯啊 但是我不是今天跟你講的喔 你有看到VCR在這裡喔 我不是今天掌聲才跟你說的喔 我不是掌聲才跟你說的喔 那你當然會問啊 老師 那如果直接去到92 你不要管它漲到哪裡啦 對不對 對不對 不只現在賺 下個禮拜一開始 還要繼續再賺 不只現在賺 下個禮拜一開始 還要繼續再賺 不只賺宏達電 不只賺安克 不只賺4726啦 用心 對不對 喔 大家在噴 對不對 買了一支就好了 很多人說啊 我們呼吸的空氣有沒有不一樣 為什麼你們股票這麼準 我也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我們呼吸的空氣有沒有一樣 應該是一樣的啦 大家都在台灣嘛 對不對 呼吸的空氣都一樣 操作的股票都一樣 台北股市都一樣 結果不一定一樣 對不對 陳奕奕今天又創新高了 你現在問我說要不要買 你會尷尬 但如果在這裡 你就不用問了 對不對 如果在這裡 欸 都沒去耶 我說一次啊 這有沒有漲 我請問你有沒有漲 沒有啊 沒什麼漲啊 高點是不是148 是不是很多個股已經創掛牌的新高 沒有錯啊 那如果他要挑戰掛牌的新高 那你44塊錢是不是很便宜 這付一下不用放了吧 44塊錢跟你預告 接著咧 44塊錢漲停板 接著咧 再漲停板 然後給他報老 這我每個會員都有 然後再創新高 接著漲到58 漲到58 先給他賣一趟 57 57塊半先賣出一半 為什麼只賣一半 因為還會再漲 還會再漲 好來 什麼時候買回來 53塊錢買回來 10月12號 欸實際看喔 10月12號 好 買回來 隔天再漲停 來來 今天咧 今天陳業宜又創破亂新高 今天陳業宜又創破亂新高 好那我講這個沒有用 因為陳業宜回不到過去的位置 我也知道你想問 我也知道你在想什麼 老師 你說的那支堂臉齁 這支好像是堂臉 好像咧 該不會真的是堂臉吧 是不是 下半道方位下可以看了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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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五十幾而已喔 這個股本7.6億7.7億喔 對不對 啊這樣子乘起來五十幾 這樣股本才 現在總市值才四十億喔 總市值也才四十喔 我們賺了這麼多也才四十億喔 那我說他的要 我跟你講是大家不知道的事情嘛 如果我都跟你講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那就不好玩啦 我跟你說的是大家還不知道的事情嘛 如果成功銷售 他的藥授權 他有三種新藥 一種叫大腸癌的新藥 一種叫胃癌的新藥 一種叫腦癌的新藥 一種叫腦癌的抗癌的新藥 第一個要授權給日本大腸 那你要怎麼去看這個授權 未來能夠拿到多少錢 下半段我會詳細跟你說 但是我也知道你更想問的 不只是唐蓮 如果你第一次看節目 你會覺得不可能 那我可能比較厲害 那如果你是一直在看的 那我知道你要問另一個問題 唐蓮下半段我再慢慢跟你介紹 那你會告訴我 你會說其實真的怎麼可能 一開始就應該買了 沒有買不是我的問題喔 是你的問題喔 我都有跟你講喔 很像問我說老師 你是不是什麼話沒跟我說 有些話可以跟你說 有些話不能跟你說 對不對 啊能說的都跟你說了 好 下半段再跟你說 那你會說老師 再給我一次機會 還有這種的 第一檔的生技股 而且一定要去爆發力啊 一定要去爆發力啊 這一檔叫新藥股王浩鼎 4174浩鼎 浩鼎今天創波段新高 好 創波段新高 創挂牌新高 那我請問你 誰賺最多錢 當然是浩鼎一開始的大股東賺最多錢嘛 這是一開始的大股東賺最多錢嘛 這是一開始的大股東賺最多錢嘛 因為他從一開始就有浩鼎的股票嘛 到現在浩鼎創波段新高 接下來他的乳癌新藥 在明年才要解盲啊 這個上機很大 想像勾結很大 對不對 好 那浩鼎已經這麼多了 那誰會是新藥股 誰會是浩鼎的接班人 好 不 這是有直接關係囉 浩鼎的創始大股東 經營接手了一家公司 這一家是浩鼎 浩鼎的大股東 一開始的創始大股東 他最近幾年 接管了一家新的公司 然後把經營團隊換血 然後整個營收大成長 前九個月的營收成長的四倍 新產品申請美國FDA的審查 明年初開始量產交由好市多銷售 好市多全球有七千一百萬的會員 他交由他給他做 這是浩鼎的大股東 一開始的大股東 現在也是大股東 他們現在又去弄 不是弄一家公司 去接手另外一家公司 股價很便宜 這才是週末嘛 對不對 週末幹什麼 週末就是要快樂度週末 週末就是要快樂度週末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只手中股票創新高 下個禮拜我們還要繼續再賺 下個禮拜我還要繼續再賺 來我跟大家講 這未來我們會漲價 說到漲價就傷感情了 我們不要講價格 我們不要講價格 包含生技的第一手資訊 跟最強的工具 我希望你都能一友之外 我承諾你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這個週末的 這個週末的 這個週末的 你決定的這一檔 我下禮拜帶你來 好不好 我們講的是未來 雖然過去你說很好 但是我告訴你 沒有很好只有更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階段再回來 特別賠錢的二手訊息 操作不再忙碌 賺錢不斷重複 留言圖顧 蔡老師 讓您輕鬆累積財富 讓您所看到的績效 變成您口袋裡的鈔票 留言圖顧 智庫尊憲 02-2321-9933 2321-9933 2321-9933 讓您輕鬆累積財富 讓您輕鬆累積財富 所看到的績效 變成您口袋裡的鈔票 文言同步 智庫尊憲 02-2321-9933 2321-9933 2321-9933 現在訂閱《理財周刊》 一年五十二期 限時加送八期 總共六十期 只要八千一百八十八 詳情請洽 訂購專線 02-2392-6680 02-2392-6680 過上里州網站查詢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生命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發覺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這片刻的寧靜 選擇你的網站 鵝排氣密窗 剩下三個月的選舉 我們不討論指數的漲跌 我們只討論這三個月 你應該幫你賺多少錢 你才不會覺得好像賺得太少 沒有賺到錢的人 永遠會懷疑行情 這很正常 如果你懷疑行情 那沒有問題 你就是沒有賺到錢 那如果你手中股票跟我們一樣 漲停板 漲停板 創新高 又漲停板的話 我告訴你 你會問還有沒有低檔的股票 對不對 你會問要標到哪裡 就像這一檔叫4168 對不對 老師 那股票哪有可能這樣 這麼厲害 這股票哪有可能這麼厲害 怎麼會 怎麼不會 這叫唐連 如果時間再來一次 你要不要買 來這10月12號 10月12號我跟妳講唐連 為什麼 來仔細看喔 這10月12號 唐連 我說它叫潛力生劑 為什麼 因為它有三個新藥 一個是大腸癌新藥 一個胃癌新藥 一個是卵腸癌的抗癌新藥 好 下面這兩個先不要講 先講上面第一個 第一個 它已經獲得日本大藥廠的一個授權 而且取得多國專利 怎麼取得多國專利 來可以看 這10月13號 壓到平盤下拉起來 這檔叫4168的唐連 日本大總的藥廠以每股100元 參加公司的私募 你說老師 它100元參加私募 為什麼它還40幾 我告訴你 它不是看它股價多少錢 它看的是未來這個大腸癌的新藥 未來上市的話 可以賣 一年可以銷售60億的美金 這怎麼算呢 你用最一開始的數字去算 一家公司 它一開始還 跟你買一個權利的時候 總價1.69億美元 授權給大總製藥什麼意思 這個授權金 授權給了大總製藥之後 大總製藥要花很多很多錢 再去研發 但新藥的過程就是 如果一個藥 它每一個階段都不一樣 它一旦過了另一個階段到最後 它可能有超過100倍 甚至1000倍的一個商機 所以一開始 一家公司 它如果能夠以1.96億授權給大總製藥 表示這個藥的商機很大 因為2億美元代表是60億 60億的新台幣 這家公司現在的股價市值 連60億都不到 它一開始就拿了人家2億美元的授權金 而且接下來還要大總製藥自己去花錢 自己去研發 那現在大總製藥已經把這個藥 已經取得美國歐盟跟日本13個國家獲得專利 所以未來會不會上市 你覺得會不會上市 我們不講未來 我只告訴你一件事情 一旦上市 一旦上市 一年可以賣60億的美金 唐年可以抽12%的全力金 可以抽12%的全力金 那我請問你 7億的美金是台幣220億 對不對 人家一開始就以60億的台幣跟你買這個 然後又100元跟你施木 那你認為大總製藥是在看什麼 我跟你講 很多人做生技股就是看K線 因為你看K線你不會算 你永遠都會被洗掉 對不對 你是看K線的 你不知道怎麼算 他永遠被洗掉啊 很多人說那些都了錢 阿唯有的 市教公司一開始就了錢了 他才會賺錢嘛 對不對 阿你要會算啊 怎麼算 老師 今天50元 那錢就好賺 都給你賺得好啊 對 你講對了 不只我們要賺 我們還要一直再賺 不只要賺 安克 永新 陳葉宜 唐年 宏達店 不是標個5% 6% 今天漲停蠻鎖 我說漲停之後放不下給你看 對不對 這支唐年 10月12號 來 回顧一下10月12號 唐年都不行 你怎麼知道它低或高 來你看這一家 這一家我叫它潛力生劑 叫潛力生劑 它有三個新藥 三種藥 我們先講第一種 好 先講第一種 它第一個藥已經授權給日本大廠 好幾年前已經授權給日本大廠 那現在剛取得多國的專利 授權給日本大廠 日本大廠是花錢 花時間去做研發 未來如果可以上市的話 成功可以上市銷售的話 它可以收12%的全力金 它先授權給日本大廠 那你說這日本大廠 日本人它幾個大廠 現在日本大廠是美國 日本賣最好的藥的一家大廠 在美國 美國跟德國是醫學最發達的地方 好 它授權給日本 好幾年前 那現在已經取得多國專利 未來如果成功 我們這家公司 可以得到12%的全力金 好 那重點可不可以買 你自己說說看 這家公司目前市值是36億 36億 好那它這個新藥 如果成功上市 一個博士它預估 今年一年的銷售金額 會是60億的美金 60億的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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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本公司去賣 才會賣到60億的美金 一年超過60億 那如果推回來12%的銷售金額 也有7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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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的授權金 也有7億美金 重點是美金 它現在市值是多少 是36億是台幣 36億台幣等同於1億的美金而已 這很少 那如果未來上市是60億 所以我跟大家講 所以我跟大家講 我都先算給你聽 你不懂的你永遠不會做 唐年紀這麼多 對不對 因為你不會算 但是如果你會算 你就想 知道故事的人 用搶的不知道故事 又看的 對不對 撒下來要幹什麼 撒下來要趕快買 這10月12號 撒下來一定買得到 那我買不到 對不對 每天都買得到 以後漲停 你就買不到了 為什麼 不是買不到 因為你買不下熟了 你買不下熟啦 那你說老師 這個唐年怎麼做 來 我們超版工具喔 第一手資訊再加超版工具 第一手資訊再加超版工具 給你看這唐年 43塊錢請你賣 這裡 掉下來對不對 整理結束之後 整理結束要漲了 告訴你翻多 28塊翻多上來 這裡是不是壓回 壓回要幹什麼 壓回要賣掉嘛 不然你買軟體幹嘛 壓回要賣掉嘛 然後呢 賣掉之後呢 要做多嘛 整理碗要做多嘛 這一天是哪一天 這一天10月12號 然後開始 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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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漲停 你還要說什麼 老師 你說的這個我都不知道耶 你說的這個我都不知道耶 報紙都沒寫耶 對啊 報紙寫的你也是可以賺錢啦 報紙寫的你還是可以賺錢 問題是你現在還沒寫 你是不是可以賺更多 你要這樣子想啊 如果你看到利多在報紙上 你可以賺錢 沒有錯 可是如果還沒見報 你是不是可以賺更多 對啊 那可以賺更多 你為什麼不賺更多 老師 這支什麼 低檔的生技股 叉叉叉叉 這支 浩鼎的接班人 為什麼說他是浩鼎的接班人 因為浩鼎這一波漲上來之後賺最多的人 自然是浩鼎的大股東賺最多 那浩鼎的大股東裡面 有一位現在是這一家公司的董事長 之前不是現在是 浩鼎的創始大股東 他經營接手的這一家公司 經營接手之後 入股之後 然後做一個減肢的動作 然後做改名字的動作 改名 所以這是一個全新的公司 就像百岩一樣 百岩先前 經營人也是不一樣 你看這百岩知道嗎 百岩今天很秀 現在去多少 之前二十幾 現在二十幾 現在二十幾 百岩也是人家入股之後 換了經營階層之後 才從二十幾 漲到兩百多了 這個也是啊 老師這支還有很貴 你剛入股都不會很貴 經營團隊換手 營收大成長 前九個月營收比去年會成長四倍 新的產品 交FED審查 接下來你會看到利多 因為他過了之後 明年開始量產 都已經談好怎麼銷售了 跟好事多一起銷售喔 他的新的董事長 現在也是 浩鼎的大股東 現在也是浩鼎的大股東 而且他是浩鼎的創職大股東 而且他現在 現在的董事長 是華為創投的合夥人 華為創投是台灣最大 兩岸排名 第八大的創投公司 最強的創投公司 他進場去佈局這一家 你覺得這樣 周限 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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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在這裡 周限 對不對 我們只相信一件事情 如果浩鼎會這樣子漲 浩鼎的大股東賺最多 那浩鼎大股東又鎖定哪一檔股票 就是好了 嘿嘿 不好意思喔 我跟你講都是全市場 到現在沒有人跟你講 但是未來會有很多人跟你講的 你要做一件事情 把電話撥通 跟上腳步 這個周末 我承諾你 你只要這個周末決定了 我下個禮拜一都帶你買這一檔 不管你參加任何一個 不管你只買一個 好不好 這樣講得很清楚 我今天周末 祝大家周末愉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來夜02-2321-9933 02-2321-9933 02-2392-6680